接着我们来讲一下试播器的部分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试播器的部分 Field World跟DeskView R5这两台萤幕 它的试播器你都可以一个一个开 或者一个一个把它打开 然后一个一个关 或者是全部一次列出来全部打开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试播器的部分 就是Field World跟DeskView R5的部分 这两台全部都可以一个一个把它打开 你也可以一个一个把它关起来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试播器的部分 Field World跟DeskView R5这两台 它都可以一个一个把你的功能打开 就是你的波图试播器打开 你也可以开启一个叫做全播型 就是全部的试播器全部同时打开 只有DeskView R5跟这一台Field World可以这样办到 这一台Field World跟DeskView R5呢 这一台Field World跟DeskView R5呢 它就少一个 全开的功能 这一台Field World跟DeskView R5就少了一个全开试播器的功能 它还少了一个Vector Scope 就是色彩保和度的那个试播器 神牛的部分呢 神牛的部分你只能选择单开 神牛的试播器你只能选择单开某一个试播器 就是你可以开Y或者是你要某一个试播器 或者是关掉然后全开 就是你只能选择一个 或者是全部都开 不能选择两个 两个就不行 三个也不行 只能全开跟一个 都开玩一样発声 好 我可以